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為大家來做一些解說 由我來提問 第一個問題是 有很多人擔心這個 資金區呢 它是服務貿易協議 換了一個衣服之後 再重新上市 服帽2.0版或者是 服帽的後門條款 那政府這邊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它跟服帽到底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上面容許我來先回答 這事實上是我在很多地方都碰到的問題 我可以很簡單的說 根本是兩回子 服帽顧名思義 它當初的全名叫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對象就是兩岸的 之間的關係 自由基金施辦區面對的對象 是整個國際 所以一個對國際一個對兩岸 這是它根本上的不同 服貿協議這樣子的兩岸協議 它開放是整個全國的開放 可是自由基金施辦區是一個 特定實體施辦區 或者某些產業試點的開放 所以一個全面開放跟一個部分開放 就是它根本上的不同 還有大家注意到在講服貿協議的時候 我們常常提到說 服貿協議有助於我們的產業走出去 比如說爭取大陸市場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著重在我們在向外可以得利的 可是施辦區是希望能夠引進國際的投資 增加台灣的經濟動作 創造台灣就有機會 所以一個面向國際 一個面向兩岸 一個是部分開放 局部開放 一個是全面開放 一個是希望幫產業走出去 一個是希望把國際的投資帶進來 這是三個根本上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許多人擔心自貿區 自由經濟貿易區裡面有關 環評以及土地徵收的問題 那自由貿易施辦區是不是不需要環評 或是環評是特別簡單 所以導致它效果不好呢 還有徵收土地的問題 會不會造成有些特殊的人來牟利 以及土地徵收現在有些 大家這個質疑不公益的狀況會不會出現 好 這也是我們不僅是在平常接到人家提問 在立法院主持的公聽會上面 我們也碰到類似的問題 我先針對環評來說 第一個環評的標準 從頭到尾都沒有換官 我特別要說明的 所謂特別條例中間的規定 如果特別條例中沒有寫的 就一寫就是回歸現有規定 所以我們上面沒有特別提的東西 一定是到現有規定 現有規定怎麼做我們怎麼辦 那我中間唯一 我們在中間跟環評有關 主要是環評程序的簡化 不是環評標準的降低 那環評程序的簡化上面 其實在現有的條例中 本來就已經有 那我們現在又明確規定 什麼樣情況之下 可以讓這程序簡化 第一個 污染總量能不能變 但是我們還又考慮到說 會不會有人用別的方法想辦法偷動 所以我們甚至明確規定 你要引進的產業必須是服務業 服務業通常不會是一個污染性產業 這樣子就是要避免 會不會有一些可能是污染性的製造業 用了別的方法偷偷跑進來 這是有辦法的 我再重述一遍 就是在標準上完全沒有降低 只有在符合了 我剛剛提到總量不變 引進式服務業之下 才允許你可以在程序上解掛 而這個解掛 本來就在建築於我們現有的條例之中 土地上面是一個我特別要說 請大家絕對放心 請所有的鄉民放心 不會有任何土地圈地徵收的問題 事實上在公聽會上 許多學者參加 對當初我們條例最先的版本 有這些東西 表達了非常大的疑慮 所以我當場就承諾說 那部分我們會減少 不然後來我們和我們的部會同仁 討論過以後 我們覺得為了減少 大家以為我們回歸所有現有的制度 我們把這東西全過拿掉 那這個事情呢 後來我也跟參加公聽會的學者參加 都說明這個 最大可以注意到 有幾個本來的土地上 很堅持的一些學者 看他後來方面又再出來講 我這上面可以跟大家保證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好 第三個問題 有關租稅方面 示範區裡面會有 對於示範區內的產業會有減稅的措施 那這個減稅的措施 會不會造成我們的稅收損失 或者是跟沒有在示範區裡面的產業 產生不公平的競爭 這個租稅方面 嚴格講我們這是幾乎 因為我們強調說 我們主要是在試行發揮鬆綁 跟創新模式 所以幾乎跟稅收的地方 大概只有三項 三項出現形容一項 其實就是完全言用原來自貿港區 已經有的條文 因為我們現在是示範區中間 已經包含了自貿港區 而我們的自貿港區 成立到現在已經十二年 有關這個租稅上面的東西的條文 也已經執行了五年 所以這上面不是一個新創的東西 最主要是這個五年 過去有什麼 我們現在就是什麼 另外一部分呢 純粹是希望讓海外的台商 願意把他在海外的錢匯回來投資 這上面是有個嚴格的限制 就是海外他要把這個錢匯回來 一定要進行實質投資 而經濟部隊怎麼樣認定是實質投資 包括現在許多方案 因為他有非常清楚的經驗 不是說把錢匯進來 他就可以享有監密所有的稅 而是他必須要遲地要建廠 他要僱佣員工 甚至要打符合一定的比例等等 全部都要做到 才會享有 現在這些錢為什麼不回來 他吃飯國內已經澄清很多年 他說我在海外辛苦賺那麼多 我會台灣什麼事還沒有開始做 你就先剋掉我百分之十七 他們覺得這樣不公平 那我們說那你先回來 你只要再做投資我們不剋 但是有一點沒有變 政府當初辛苦推動了很久的最低稅付 最低稅付不影響 該付的最低稅付 就是基本的賦稅的 我們期待他能夠為我們的財政上付出 是一樣的 另外一個相對來說是吸引服務業的人才 那是上面是特別規定 一定要是國內欠缺 而且所急需的人才能夠享有 實際上這個就是三項 是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有關 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的問題 那許多質疑裡面有很多對於行政機關的授權 太多了 那之前曾經有承諾修正 但為什麼 現在立月審議的版本 依然還是有這麼多授權的條文 我想 我猜想這兩個東西其實不是同一件事 我先說這一件 其實在我們的法律中間 立法中間 本來就不可能數有多東西 都是在一個法條中間巨細迷移的全部定完 第一個那個工程太龐大 然後 曠日費死 所以本來多數的法條中間一定有某些授權行政機關 可以去定此法 但這個此法都一定有要求 它必須還是要送立法院費 所以還是在立法院接通之下 好 示範區特別條例的空白授權多不多 按照現在算大概是有33項空白授權 我們總共有73條 中間有33項空白授權 從比例上來看 它跟我們現在那個食品衛生 那個法 跟我們的貿易法 跟我們的產創條例 從比例上來看還低 至少他們的空白授權 但總條例的比例比我們這個還高 如果單純就條文來看 大家都知道金融業是個高度管制的行業 可是在我們的金融相關的法律中間 包括證交法 包括銀行法中間 它的空白授權 也會講無教空白授權 就是授權在並進子法這上面的話 它的授權的東西 比我們這個東西還要多非常多 大家不要忘記 金融業已經是個高度管制的 都有這樣的授權 所以這本來是立法體上就有 並不是說我們今天在示範區特別條例 突然跑出來 很快給我一下說這一點 可是很多人是說 是我當初承諾說 土地這部分全部拿掉 那就有人抱歉說 那為什麼現在立法院還是在審救版本 跟大家報告 這直接只是程序問題 因為這個法案已經從行政院出門了 送到立法院 我們沒有辦法再去幹 這個 我的東西送到你家 我負責就把你東西改掉 所以我們就請另外一個人 把新的修正東西再送到你家去 送去的就是國民黨立院黨團 而且這個按照我們的要求 立院黨團完全接受 法案本身已經躺在委員會 只要立法院的委員會 開始審查 審到某一條 比如審到土地原來那條上 他都得看我們的案子 所以這也是逃不掉的 而且我們 因為是我們主動提出來的修法建議 是請立法院提出來 所以內上面我們會堅持 就如同堅持我們行政院版本 一樣去堅持 這也是我剛剛說 絕對不會有那個土地徵收的問題 接下來有關農業的問題 資金區裡面會開放八百多項 受管制的大陸農產品進入國內市場 對本土的農業造成衝擊 這是真的嗎 這不正確的 我們八百多項的管制大陸農產品 到目前為止 在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這一個 廠商裡面是沒有人在申請這樣子 而且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語病 就是進入國內市場 剛剛就講了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一個特區 進來外銷不會進到國內市場 那對於本土農業取代國產的 這個農產品 我們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是農業加值 不是農產品加工加值 所以我們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農業加值 包括很多生產過程的農業技術商品 就像我們講的 跨越整個剛剛的一個觀賞魚 除了魚本身之外 我們還從全世界進口非常多 台灣沒有生產的魚 然後加上我們的水族箱 我們的LED燈 我們的巡傳系統 還有魚飼料 就是一整套變成一個擴大的一個餅 台灣的農業在發展過程當中 早期的農作物 一直到後來近幾年的蘭花 一直到近幾年的農業生物技術 這都是一直在轉變 自由經濟示範區 是要把我們的農業技術被看得到 商品化被接受 所以這個會影響到本土的農業 其實不會 完全不會 接下來還是有關農產檢疫的問題 大陸的這些原料 它進口的時候 需不需要我們這邊的檢驗的檢疫 它的方式是什麼 加工之後掛上MIT的品牌 會不會造成台灣的品牌價值受到影響 不只是大陸原料需要檢驗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進口的原料 都需要檢疫跟檢驗 這個經濟示範區 並沒有開放任何檢疫跟檢驗 跟現在不同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聚焦在 我大陸人在美國怎麼樣 MIT它有一定的規範 我現在問各位請問 你去喝斯大法 斯大法是哪裡 美國 美國 美國有沒有產咖啡 沒有 為什麼它會變成你一直在等於咖啡 最近雷神巧克力在日本 日本人有沒有產可可 從來沒有產可可 台灣進口全世界的原物料 然後在我們這邊加工 然後再出口到全世界去 這是一個讓我們的技術可以商品化 我們看到一個蘭花 看到現在的水果非常的漂亮 我們知道這個商品的價值 這個過程裡面許多技術 其實是有價值的 先進國家的許多農業技術 產品化以後 它就變成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農業價值其實就是在陳述這一件事情 來成就把我們台灣很好的農業技術 被世界看得到 所以大家不用去擔心 一定是檢疫檢驗更加嚴苦 不只對大陸 況且大陸現在為止 並沒有申請任何的830項進到這裡來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的 越南的 印度的 我們現在經過印度的原物量要最多 印度的一樣需要解力跟檢驗 所以這個都是大家一直在想 大陸好像會對我們怎麼樣 其實在這個自由經濟事業區裡面 他們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的小 甚至沒有的